我翻开印太经济框架这本书一查 这书没有年代 歪歪斜歇每页上都写着价值观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四个字 美国优先 5月23日 正在东京访问的拜登 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计划启动 初始参与国共有13个 GDP合计占全球40% 这是美国继TPP后 又已在经济上围堵中国的战略 毫无疑问是对中国的巨大威胁 以至于美国拉群的消息传来后 连大A都跌了一波 那么印太经济框架的命运 是不TPP后尘 还是真正令美国完成对华包围呢 时间回到2016年的2月5日 这一天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 澳大利亚 文莱 加拿大 智利 日本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秘鲁 新加坡 美国和越南等 12个国家的代表 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及TPP 如果按照TPP的路线走下去 中国经济可能遭遇重大挫折 起码在出口上会变得困难许多 TPP的核心在于完全自由贸易 不仅要削减关税 还要削减贸易壁垒 比如政府在采购某种商品时 不能指定有本国生产 美国上层当然欢迎TPP 但是对中下层白人来说就要命了 以红脖子的竞争力 还能保有今天的生活水平 靠的就是各种壁垒挡住了外国货 迫使美国市场捏着鼻子买单 比如美国残存的造船业 产品性价比极低 要不是靠着本土保护主义续命 早都破产800回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愿意加入TPP呢 因为群主美国主动削减贸易壁垒 向广大群友们敞开市场 这可是大大的红包 有红包领大家当然乐意进群 但红脖子却很愤怒 没有贸易壁垒 我们的产品谁来买 你这不是拿我的钱发红包吗 愤怒的红脖子把川普抬进了白宫 川普登基第一天就爆打了红脖子的大恩大德 高调宣布退出TPP 群主竟然主动退群 群友们集体傻眼 没办法 群友们一商量 只能把TPP改为CPTPP 并让日本当了新群主 虽然日本是个矮子 但已经是群友理最高的了 只能强行拔将军 对拜登来说 最好的办法是重回CPTPP 加入CPTPP的外部阻力不大 群友们都很欢迎 日本更是时刻准备 公赢胜价 最大的阻力来自内部 下台这一年多以来 川普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了肉眼可见的增强 这种增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对共和党的整合 和对摇摆群体的拉拢 2021年1月13日 民主党打着国会山暴乱的理由 在国会再次发起对川普的弹劾 试图彻底踩死川普 共和党建制派 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 本打算抛弃川普 但没想到 作为共和党基本盘的中下层白人 对川普表现得十分死忠 迫使共和党捏着鼻子 保下川普 弹劾案先在众议院顺利通过 然后由参议院投票 必须有60名参议员同意 才能通过 但最终仅有57票同意 未能通过 共和党的反川势力代表 是党内三号人物 怀俄明州众议员 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 利兹切尼 她在众议院投票环节 高调宣布 同意弹劾川普 惹来红脖子一片骂声 红脖子的报复很快到来 利兹切尼先是在5月 被投票罢免党内职务 不久后 怀俄明州共和党委员会 更是宣布将他开除党籍 彻底凉凉 这下党内反川势力吓破了胆 原先和川普 闹得很不愉快的党内大佬 格雷厄姆 麦卡锡等人 也纷纷转变态度 川普说什么 他们都点赞 还隔三差五送礼 十足女神身边的小田狗 随着共和党的整合 基本完成 一个川普的共和党 已经是现实了 现在的特朗普 牛X到什么程度呢 在党内 基本是川普支持谁 谁就大概率获胜 哪怕这个人 事先没有一点名气 甚至是特朗普的仇人 今年5月初举行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 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一个叫JD万斯的人 击败所有对手 成功出现 将代表共和党 决除俄亥俄州参议员职位 万斯是谁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但他写了一本 很有名的书 叫《乡下人的悲歌》 喜欢看美国政治的读者 肯定知道这本书 这是第一本系统性解释 为什么红脖子 会支持川普的书 出版不久 就横扫了美国 各大畅销书榜单 别看万斯写了这本书 但它其实属于摇摆群体 内心还带着 对川普的一点点鄙视 2016年总统大选时 他投的是希拉里 川普获胜后 万斯非常不爽 经常在推特和红脖子对盆 2020年总统大选 川普落败后 万斯还幸灾乐祸 直到今年早些时候 万斯想进入政坛 代表共和党 出战参议员选举 由于他以前经常批评川普 导致红脖子不买账 他的支持率 一直在10%上下 用尽了各种办法 始终上不去 抱着死马当活马役的态度 万斯硬着头皮 投靠了川普 亲自登门道歉 我昔日年少无知 川总您大人有大量 川普一看 万斯名气不小 对拉拢摇摆群体很有帮助 能处 于是川普跟红脖子说 万斯之所能改 是个好孩子 大家支持他 万斯的支持率 立刻飙升到30%以上 并顺利出现 万斯是摇摆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以前这一群体 对川普鄙视居多 宁可捏着鼻子投拜登 也绝不投川普 而现在 开始越来越多地认可川普 这对拜登和民主党来说 可不是好事 川普越强 美国优先的氛围就越浓厚 拜登就越不敢重返CPTPP 何况现在支持率那么低 敢像奥巴马那样 对外开放市场 纯属政治自杀 无奈的拜登 只能另起炉灶 这个炉灶 就是印太经济框架 那么 什么是印太经济框架呢 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 印太经济框架 将有四个支柱 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 供应链弹性 基础设施和脱炭 税收和反腐败 四大支柱 我们一一解读 先说第一个 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 重点是公平 2021年 美国全年贸易逆差 859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导致美国觉得 现在的国际贸易 太不公平了 美国逆差太大 必须缩小 翻译过来就是 你们要多买美国货 少点向美国出口 第二个支柱 供应链弹性 供应链弹性 听起来很抽象 其实就是美国 要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转移到东南亚 印度 或者回到美国 不让中国继续当世界供应链C位了 在印太经济框架下 可以理解为 美国要率领这些成员国 瓜分中国的供应链 美国吃大头 其他国家吃小头 第三个支柱 基础设施和脱炭 这里指的基础设施 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常规的基础设施 二是绿色能源基础设施 今年年初 尼泊尔通过了MCC协议 协议内容就是 美国出钱帮尼泊尔修路 但是这条路以后就归美国了 整个项目审计之类的环节 也是美国说了算 尼泊尔无权过问 美国无意想在印太经济框架内 复制MCC协议 美国深知 基建是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行业 同时基建不是一般的生意 而是涉及到标准之争 比如修铁路 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修 哪怕初始阶段不赚钱 后续的运维也是个金矿 由于标准不同 美国企业是很难进来 分一杯羹的 作为全球主要的标准制定国 美国又怎么可能 把基建领域拱手相让呢 其次是绿色能源基础设施 这部分和脱炭是一起的 绿色经济在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美国想提前站住坑位 制定行业标准 并排挤中国标准 这样未来绿色经济大爆发时 美国就能获取最大利润 第四个支柱 税收和反腐败 众所周知 后发国家吸引投资 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税收优惠 跨国企业很欢迎 但对发达国家来说 这无疑会加剧产业流失 减少税源 这也是拜登上台之后 一直倡导全球15% 最低税率的原因之一 印太经济框架 大概率要借鉴相关经验 以减少美国产业流失 至于反腐败 很好理解 就是陷害孟晚舟那一套 名义上 美国帮助大家打击腐败 但实际上 谁腐败 谁不腐败 腐败了起诉还是不起诉 通通由美国说了算 这种霸道行为 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 现在拜登跟大家说 你们别抵制了 印太经济框架 就是来帮你们消除腐败的 看完这四大支柱会发现 美国给出的好处实在有限 其他三个支柱 要么是买美国货 要么是用美国标准 都是成员国单方面付出 没有回报 只有第二点 鼓励产业转移 算是个饼 能不能成 还不知道 又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但东盟内部 还是愿意先跑一次 摆出谈判的姿态 一来看看 美国究竟能给出多少草 二来可以给中国一点压力 让中国也给一点草 两头吃 我翻开印太经济框架 这本书一查 这书没有年代 歪歪写写 每页上都写着价值观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四个字 美国优先 前面说了 在TPP中 美国大幅度降低了关税 并拆除其他贸易壁垒 所以尽管TPP的标准很苛刻 反对声浪很大 但不少国家也乐意尽 而现在 拜登受制于特朗普 印太经济框架 都不敢谈降低关税的事 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公开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 不包括关税削减 不降低关税 就意味着 美国不会开放市场 而东盟国家最看重的 恰恰是关税 因为东盟经济结构是出口导向型 没什么比关税降低更重要 这也是印太经济框架最大的问题 以前美国发红包吸引大家进群 现在美国不仅不发红包 还要群友们给美国发红包 连进群都要收入会费 除了不涉及自由贸易 印太经济框架 与TPP的第二个重大区别体现在 它不是协议 什么意思呢 TPP的流程是这样的 美国政府先跟各国政府谈好 然后大家签约 签约后拿到国会投票 通过了就成为正式协定 是有法律背书的 但是拜登很清楚 现在大概率过不了参议院这一关 等到中期选举后 说不定众议院也过不了了 所以拜登就干脆不和各国签正式协定 这样就不用走国会了 直接用行政命令的形式 来推进印太经济框架 但行政命令很容易推翻 那印太经济框架 岂不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同时导致印太经济框架的性质 就很模糊了 你不是正式的协定 那你到底是个啥呢 不经过国会 不走法律程序 那以后有纠纷怎么办 这也是印太经济框架的 第三大问题 模糊 性质模糊 细则干脆没有 还真的就是个框架 按照白宫的说法 需要18个月进行谈判 以确定具体事项 一些媒体报道 13个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其实不对 是13个国家开始谈判 至于18个月后 结果如何 拜登到时还在不在白宫 都不好说 按常理来说 印太经济框架 虚的一批 我们根本没必要担心 但联系当今局势 拜登还真有一定的成功概率 最典型的例子 不就是欧盟吗 今年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欧盟和俄罗斯不会翻脸 毕竟欧盟需要俄罗斯的资源能源 俄罗斯则需要欧盟的技术和市场 但是美国通过引爆乌克兰局势 令反而成为欧盟绝对的政治正确后 欧盟根本没得选 明知道和俄罗斯切割会重创欧盟自身 等于割肉喂美国 但能有什么办法呢 明知是坑也得跳 拜登完全有可能在西太平洋 故技重施 引爆点主要是东南某岛问题和南海问题 引爆某岛问题 无论结果如何 都可以以此吓唬周边国家 让他们产生对中国的恐惧 进而为了自身安全 求助于美国 这样一来 印太经济框架便可能成为现实 引爆南海问题 便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 一旦印太经济框架成了 那么对华包围圈也就真的成了 因为参加印太经济框架意味着两点 遵循美国标准和导向美国供应链体系 同时排斥中国标准和中国供应链体系 这两点在现阶段完全是政治战队 而纵观目前南海周边国家 比较适合作为引爆点的是菲律宾 虽然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克思 对华态度相对谨慎 但菲律宾以军方为代表的亲美势力十分强大 军方又一直有独走传统 在杜特尔特时代就几次想要独走 如果小马克思压不住其美势力 局势便存在引爆的可能 美国敢不敢引爆西太 直接取决于俄乌冲突的结果 当今美国最大的顾忌 是中俄背靠背 所以西太问题和俄乌冲突是联动的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BBQ 美国将再无顾忌 百分百会引爆西太 反之如果在西方卖肾援助下 乌克兰依然节节败退 那就说明俄罗斯实力犹在 中俄背靠背对美国威慑力会很大 此时引爆西太等于两线作战 对美国很不利 而全世界小国就和让子弹飞里的大众一样 谁赢他们帮谁 国家之间的博弈 如同互联网企业的风险投资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不行了 那么全世界的小国 就会如同在让子弹飞里面的大众一样 开始默默地减持中俄 逐渐加仓西方阵营 加入印太计划 俄罗斯如果表现出色 周围人就会不断给中俄注资 不断地输血 一时半会儿就算赢不了 也绝对不会输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巧合 让两个原本没什么关系的人 逐渐被逼到了一起 二战时 苏俄在西线面对德国法西斯 中国在东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 而今天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路口 中俄再次被逼被靠背 输了 全世界将再无国家可以挑战美国霸权 赢了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除了获胜 我们没有第二条出路 用最平实的语言 为大家解读国际政治的波云轨诀 描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艰辛与伟案 是我们的宗旨 如科文工作室 长期招募主编 作家岗位 待遇优厚 如有兴趣 请发简历和作品 指135-5116-0524-163.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